俄罗斯10号在乌克兰东部俄控地区的顿涅茨克市 启动了总统选举的提前投票 顿涅茨克市选民拿着身份证明文件登记 以便参与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提前投票 有选民表示很高兴成为俄罗斯的一份子行使权利 另有选民则表示他们渴望和平和繁荣 又抱怨自俄乌战争以来一直面临严重缺水的问题 去年12月份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 总统选举将在本月15至17号举行 投票的范围包括俄控的乌东四个地区 不过 乌克兰表示 俄罗斯在顿涅茨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和赫尔松 四个地区的任何投票都将是无效的 乌方还会起诉任何被派去监督投票的观察员